对你来讲是什么好事情大哥 我哪里找你惹你了 咱大厦四位邻居你这样讲话 我讲这些对你什么好处吗 对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跟我跟他我们三个都是邻居 我在群里把钱把红帮发给大家了 你这么多狗逼人 我告诉你我睡了我躺下了 我不是父亲这个样子 你让我情绪告诉你 我大半天让我靠这情绪 我保证书也写了我钱也退了 我就在家设计下我怎么了 你控制情绪啊 你让我怎么抱着 我都躺下了我在那会儿里偷偷的哭 我也是岳父 坐在你里面就负责 不需要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任何的人生攻击什么 老公你不用管这些事情 你问一下我们是大人 对我们一直保证书签了 还要我怎么样 我们是在保证书签了 大哥我跟你讲这些事 我签在保证书签了还要怎么样 你说 有任何问题 我们签在保证书签是保证书签吧 你再问一下 你让我说完了 不用不用不用 大哥你就一个人说 我不想听他说话 现在问题是什么 现在问题是现在一个 你确定你所有的鸡蛋都在这里了 都是这里啊 你别急慢慢说 那么后续如果有鸡蛋来跟你是没关系的 对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不是你说是团购 或者我说是团购 我们上报 现在报上去 说是团购 这批物资一定要收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也是办事 上线部门给的指示 是明天早上之前 你把鸡蛋推出来 上线部门 上线部门你们的指示 给我看一下 你经我说完 好吧 如果你需要上线部门的指示 那么我马上打电话 联系一下 对 联系一下 开免听 你们先给我确定 我这个事是不是团购 等会 等会 你别急 团购的定义是什么 你别急 我先说完 好吧 然后如果说 你还是不执行的 到明天早上 你还是不退出来的 那么后续就是 你们先给我端定一下 我是团购 我就去退 不是团购 我没有做错 我凭什么要退 我自己买点鸡蛋吃 怎么了 邻居都我要我分点怎么了 我没收钱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 大哥 你我都是邻居 疫情当下 大家都不容易 这个鸡蛋三十块钱一把 我一分钱挣了吗 你们大半夜的三万五次的找我 让我先保证书 我告诉你 我睡下了 你还这个样子 都好了 老张 他现在说 要求提供 说他是团购的证明 你跟他说一下吧 好吧 来 听一下 不要急 你跟他说一下 我把你刚普通来过了 不是 我说 我听我方 嗯 我听你方的 嗯 我听你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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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我听你方的 我听你方的 你三个人 这个是谁 防控办理 防控办理 我的领导 全名 我的领导 全名 防控办理 你明天自己问他 好吧 来 我刚好 我听你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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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领导 嗯 嗯 等他 由于傻子 你 能 继续去做 你做的 你做的 要不理这个 好 好 好 那个窗户以后 是四楼的 这样子 好好好 这不是四楼的吗 好 我也出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谁 但是他肯定是我们这档楼的 邻居 我是这档楼的 我们未常在这 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你跟他说 嗯 我高紧而起 我对你 没有什么好处 我不理解 什么意思吗 你这样子 你先安抚一下你老 好 安抚我 只求你们别上更半夜来打扰我了 我需要休息 你听我说 当然是 你这样 你说老子 你闭嘴 你干什么事 对不对 什么东西来管我 我跟你讲 因为你整个志愿者味道都变了 你不配当志愿者 听龙是吧 听懂懂啊 你这样 你让他先休息 然后我们在旁边说一下 我跟 我跟你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我问你这些 他就高兴 你先不要紧张 这是什么事 你都说你的蛋糕了吗 我都说你的蛋糕了吗 我有什么蛋糕不蛋糕的 对不对 我让我们传鸡蛋 今天晚上我 在心里立马就有人卖 40块钱一板的鸡蛋立马 他一送 什么风险 你告诉我风险在哪里 我们没 请准手